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我覺得 頭髮的髮型不一樣的時候 整個人都不一樣 當然因為過去美鳳都打八點檔 半媽媽的角色 所以 頭髮基本上都不太熱鬧 都本來失髓白的 就是黑頭髮 但是很容易白髮長出來 就會看得很清楚 最近休息的時候 我就想不來改變一下 我們人不要因為年紀的關係 我們其實在不同的年紀 你都可以去嘗試 都會永遠保持年輕 所以我就去嘗試了染頭髮 不管怎麼樣 總是改變一下也好 但是你頭髮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什麼樣子 注意什麼地方 譬如說我注意我們的頭皮 還有注意這個對頭髮 人家就怕傷頭髮 到底應該怎麼樣染頭髮 才是正確呢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這位也是 頭髮也染得很厲害了 就葉美鳳 大家好,我是葉美鳳 不能變美,不能停 今天我帶大家一起來 從頭變齊 你好像也變滿久了 但是這一次好像有點不一樣 待會兒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這位老師也是很厲害 永遠都走在時代的尖端 他頭髮很早就把顏色變得很特別 凡惠老師 大家好,美鳳姐好 其實不要盲目的追求流行 要有自己的風格是最重要的 講到風格 我們這對屏東來的Kerry 很厲害了 大家好,是Kerry 美鳳姐好 他是美髮專家 基本上你頭髮 我想很多人都想要去... 就是說 想要嘗試記其他又怕受傷害 對 因為我是... 第一個就是頭髮黑 黑很久了 而且就是我說的 你若黏手髮比較淺的時候 白頭髮看出來 比較不容易看得出來 你要說我嗎 對 真的,就變成一個造型 你知道嗎 對啊 好,那這頭髮 我看,我是先看你的 對,有色對不對 可是從以前 就是像讀高中的時候 我就是很喜歡 亂染頭髮 對 就有一次就這樣染... 就是染到最後 你手咬到鼻子都黑了 結果電話來了 結果電話來了 我又這樣吃 結果咬到臉 我又不知道 那時候染膏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強哦 一個禮拜洗不掉 一瓶很大瓶在這裡 所以有你頭髮 其實有的人冰冰 都要差一點什麼東西 就怕你會... 以前誰知道 就想說隨便買來 然後就弄一下這樣 結果染出來 像在狗 咬到一咬一咬 這樣子黑黑的 很好笑 就不均勻就對了 超不均勻的 因為自己染 永遠不可能有均勻兩個字 對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頭髮的人 都想說剛才發出來 就補那個部分 可是有時候 一直補頭皮那個部分 也不是個辦法 真的,對 對,其實跟那個顏色 或是髮型 都有很大的關係 可是因為有時候 一定要補 你要不補 你知道有時候 就像我現在... 我幹嘛就是... 看不出來 你這樣蓋住 其實眼睛都看不出來 我是有設計的 你有 你好像染髮的... 那個去世嗎 有 其實是... 你有,你會有 我跟你講 因為我染過很多顏色 我絕對不能夠染一些 亞麻色或是金色 你知道我就會很像 雖然我明天要去泰國了 你知道我就一直染那個顏色 比較對於我是那個華僑 你知道嗎 後來我就有一段時間 都會染黑色 因為年紀也大了 我就開始長白的冰角 然後每次染頭髮的時候 我都想說 白冰角一起染掉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男生長很快 都會生理 所以它又一直長出來 最終我就想到說 我就想個灰色好了 這樣整體感就OK 可是問題是髮根還是要補染 有時候補染時間會... 就是要抓好 沒有抓好布丁頭還滿醜的 沒錯 白薇老師真的很能駕馭這樣的髮 因為現在流行銀灰髮 所以我也想說 現在既然流行 我就滿開心的 對啊 其實應該說每個顏色就是說 應該不要盲目的 現在流行什麼顏色 都去做什麼顏色 我覺得要先了解自己的膚色 然後再去選擇染的顏色 其實很多比較熟齡的媽媽姐姐 喜歡染紫紅色對不對 紫紅色其實是OK的 因為紫紅色可以讓你 偏黃的膚色會變得亮一點點 真的哦 可是 太深就省得老氣 紫色不能太深 對,只有老人家才染葡萄紅 所以這個也要... 如果你避免怕老的話 就不要染紫色的葡萄紅 一杯茶 一杯葡萄酒 換酒 然後皮膚白的話就比較OK 就什麼都能夠駕馭 對 可是如果皮膚像那種健康膚色 我覺得今天你可以狂野一點 大膽一點 去什麼顏色都能夠嘗試 尤其是那種紅色或是橘色 你都可以去試 像這種就是橘色 這好漂亮 對,什麼都可以去嘗試 就不用擔心 白髮 其實白髮怎麼辦 這很頭痛耶 其實白髮 也不一定說要染淺色 或者是深色 淺色、深色都可以 然後其實我們在染髮的過程裡面 要特別就是去注意到就是說 你在染髮的整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去注意 頭皮的隔離 保養 還有說 我現在選擇的這個染劑 是不是真的適合我 或是安全的一個疑慮 我之前有一些客戶 他們可能就是 有的時候預約太慢 排不進來 他們就會想說 那我去給別的設計師 是 對,染看看好了 結果染完還是跑回來找我們 為什麼 因為頭皮受傷 那還其次 重點是他的 就會很膨脹 然後他就很崩潰 因為 所以他回來之後 我們就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幫他去做 然後再進一次色 他才可以回到原本 很美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染髮真的要很小心 小心 要有耐性 還有一點就是 就你剛剛染不好 不要急著站 你要讓頭髮休息 對 那頭皮要不然也受不了 大家都知道說 頭皮會吸收嘛 真的什麼 會對身體造成一些傷害 對 對,因為像染劑裡面 染劑裡面的一個成分 有的人 像以前我們有說 染頭髮會致癌嗎 對 之前很多都在說法 對 對 其實致癌的這個成分 主要是因為染劑裡面 有一個所謂的 但是其實並沒有真正的去證實 或者是去告訴我們說 它就是致癌物質 對 沒有辦法這樣子去證實它 但是美國它是把它列為敏感 過敏物質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染髮的過程裡面 其實盡量去隔離 或是不要去選用到含有PPT 成分的這些染劑 為什麼要用PPT是... PPT它是一個 它可以穩定色素 對 所以尤其是白染黑的婆婆媽媽 就會比較危險一點 是因為PPT 它在顏色越深的染膏裡面 它的含量越重 所以其實我們反而應該要選擇 不要這麼深色的染劑 我們都染對了 但是在染的時候 要跟媽媽來分析 講一下 對,還是要了解 但是他會想說 沒有PPT就沒辦法上色 其實不會 以現在的染髮技術來說 不一定 一定要使用PPT的成分 現在其實已經突破了一個 比如說我們的染劑的成分 已經有在做改良了 所以就算不含PPT 它一樣是可以穩定色素 一樣可以呈現很多不同的色彩 出來的 現在技術很好了 但是染頭髮 有的人就是要漂 漂完 當然如果時間可以有些... 看你髮質好不好 對 可以的話 可能直接就上色 對 有人可能漂完之後 他休息一下 然後先保養個幾天 對 然後再來上色 這也是一個方法 對,這也是一個方法 因為不是每個人的髮質 都能夠承受漂髮這件事情 對 但是其實漂髮跟染髮 傷髮質這件事情 其實不見得成立了 對,就像我們剛剛說 現在技術一直在更新嘛 對不對 但是當然還是有個前提 看你用什麼東西操作 對 所以還是有差別 對 是 鴨妹姐 這是讓我看到就是... 其實它有一陣子 頭髮洗水就已經很不一樣了 淺色 但是現在又... 對 稍微處理一下又不同 因為我今天來這邊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介紹一個 就是不要亂摸 就是叫作智能APP染髮 這個東西真的很特別 因為我就是都有在時尚網 都會發現一些小東西 然後我就讓我發現 這個叫智能APP染髮的東西 就是用APP去選擇你的髮色 很不錯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就是我去現場的一些經驗 因為這個讓我髮質不斷的 也有變好 我相信現在你看 你看鏡頭這樣子 我想要給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哦 側面這樣 我頭髮立得起來耶 就是很強嫩的 有彈性的 我之前是那個... 看起來就是很長 然後又很軟 就是沒有力氣的 就是整個像分岔這樣子 後來我就去了美容院 去做智能APP染髮的時候 他幫我重建我裡面的髮質 髮質先過好 就像我們在擦皮膚一樣 就是我們皮膚先飽水之後 我擦任何保養品都吃得進去 我髮質過好了 我去染髮 我任何頭髮都可以吃得上去 就可以維持得久 今天我去 我還有帶大家那個 當天的那些分享步驟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整個流程 有沒有 你看最左邊去的時候 髮型師會先比對一下我的髮質 然後... 對,讓我去選哦 你看那個就讓我去選 我想要什麼顏色 由於我本身就是淺色的頭髮 我是不是都很怕這邊會長黑色的 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想要染一個 跟我現在的顏色不要距離差太多的 然後又同時 這邊長出黑色的時候 不會太突兀 所以我今天這顆頭的顏色叫作 很特別哦 奶茶在這裡 布丁在這裡 所以我現在黑色洗出來 不會覺得很突兀 就長出來都不會... 一截很黑就對了 對 然後剛剛看中間那一張 藏液的頭皮隔離 你這樣保護 因為我剛才說的 我頭皮的... 因為我平常就是比較不愛洗頭 比較不照顧頭髮 好 所以頭皮也很不健康 因為那天把我送頭皮隔離 很白雞 你知道嗎 整股這樣用下去 整個這樣用 就是保護我的頭皮 我只能說 就是手工非常的細緻 然後左邊是整個 漂完了的樣子 就整頭都漂過了 中間就開始重建我的髮質 因為我的髮質 就是真的變得很爛、很糙 真的很沒有韌度 就是很容易一扯就斷了 可是現在可能用個千斤頂 把我這樣用 我可能都不會斷哦 有啦,很健康的 就很健康 所以比較健康 很有彈性 本來顏色也本來就是很淡 然後後來再漂 再漂 因為這樣子 所以有些人 他就是為了要攤那個時間塊 他只是染... 就是可能只處理 我們頭頂這一塊 長出來的黑色 然後你再蓋了第二層顏色之後 它就會有落差 所以它這個就做得... 做工非常細 最右邊那個就來囉 厲害的來囉 就是智能APP這一塊 智能APP染髮 我先上了那個APP之後 他們上面有那個頭髮的顏色 就會告訴我說 呈現出來什麼顏色 等我確定之後 他們就用中間那個染膏 去加那個比例 加一加 很好玩哦 然後加完之後就開始上色 然後染出來就真的 跟智能APP一模一樣 請問一下 什麼是智能APP染髮 其實它是一個美髮界 新崛起的一個染髮技術 透過手機的一個智能的應用程式 它可以去計算出 例如我現在這樣子的頭髮底色 我想要染成我想要的目標的色彩 這中間我需要加了什麼顏色 進去 而這中間要加什麼 就由手機它會去計算 對,它會告訴你 你需要什麼樣的色彩組合 因為像其實我們頭髮裡面 現在看到的是這個顏色對不對 其實有的人染過之後 他會殘留其他的色素在裡面 對 對,像一般的設計師他就會用 比如說你要的目標色彩 然後可能會去做 其他色彩的組合 可能一支、兩支的染膏 去做組合 組合出來的時候 就會達到你要的目標色 對不對 可是有的設計師 他可能不見得知道 我應該要調哪幾支 所以出來之後 就會有色偏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 對不起 我們基本上自己在家裡來 很多都是一罐 一罐,對啊 對 就一個顏色 什麼顏色什麼顏色 調好人人 像葡萄紅嗎 對啊 駕馭不了 駕馭不了 對 對啊,它像說藍膏有很多支 是不是 對,一般的沙龍店裡面 其實一個顏色就會有一支藍膏 所以你想 有的時候你是不是色卡 設計師會拿色卡給我們看 對不對 你知道它上面所有的顏色 都會有一支藍膏的存在 所以其實店家的那個 藍膏庫存非常的高 對 而且不是每個顏色都常常用到 可能我這個客人染這個顏色 我可能要放個半臉 有沒有 下一個客人才會在... 會過期啦 對,然後藍膏就氧化了 所以就浪費掉了 對 其實像智能的好處 它特別的地方是說 它裡面其實 對,只有九種藍膏 它就可以調配出各種 我們的顧客想要的顏色 好厲害哦 因為它計算 然後放多少比例的問題對不對 對 它用這九支去搭配 所以它使用的速度是快的 所以就沒有那種放很久 或是藍膏會氧化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個APP 把你的色彩學做得非常精準 就對了 對 那藍膏的品質也很重要哦 對 對,沒錯 因為其實像有的時候 你會發現 藍完髮質好不好 除了我們髮質本身以外 其實也是要看 它用什麼產品幫你染的嘛 對不對 對 其實很多的藍膏裡面 它裡面的一些成分 可能不是這麼的容易攪拌 因為我們的藍膏跟刷氧的組合 如果不容易攪拌的話 它會不均勻 那染出來的效果 可能顏色也會不均勻 或是會有色偏的問題 那你就會覺得整體的美感 好像被扣分了 對 對 像有的時候 顧客染完發現髮質變得不好 其實是因為 染膏裡面 它是單純的一些化學成分 對 像智能APP它特別的地方是說 它除了可以避免掉 傷害我們身體的一些成分 比如說像PPD 我們剛剛有談 其實它會容易造成敏感的問題 對 然後再來 MTD 甚至 這些智能染髮裡面 對 它都透過 SGS認證 是不含這一些成分的 再加上它裡面有一個 它是一個高油脂的成分 對 所以你在整個染髮的過程裡面 你也在吸收養分 對 所以染出來的話 就會覺得說 柔順度、光澤度 反而是 因為最怕染了之後 頭髮是沒有光澤 因為它有點受傷害 毛躁 毛躁 沒那麼亮 其實可以操作一下 就是APP的功能 對,示範一下 教大家 因為很多人其實很好奇 它到底是怎麼用的 對 我們就會先在頁面上 去選擇製作配方 點選了之後 它就會跑到這個部分 我們會去選擇新增配方 然後這邊會選擇目前的底色 對 目前的底色 這邊要怎麼設定 其實我們可以看這裡 頭髮上面的底色是什麼 確認了我們頭髮現在的底色 就會設計師會介紹我們 適合染的顏色有哪一些 就在這邊 讓顧客去做選擇 確定了這些 我們想要的目標顏色 需要的一個配方 就交給智能APP 來去做調配囉 所以我們這邊的 目前底色是什麼 就是依照剛才的色卡去確定 我們以我的為條件好了 我還沒染之前 目前的系列 我們可以選這個同度數上色 然後目前的色度 我對出來是一個五度的顏色 對 然後目標色彩 大家有看到 我現在最表層是紫色嗎 對 對 所以其實是這一個顏色 你就可以看到 是一個跟我們頭髮相同的一個紫色 對 然後 大家可以這樣子看一下 就是一個紫色 然後 按確定 然後按上我們的 我需要的染膏的總量 假設我們是200 然後按完成之後 確定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 染前照片帶上傳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我染前是什麼樣子 是這樣子的 對 這是我染前的顏色 你按完成 這個就是我們的配方 對 它就會告訴你 你需要哪幾支 對 這幾支它總共就是 分別需要多少量 然後要搭配什麼樣的雙氧乳 你這個算有漂嗎 我外面這一層是沒有漂的 所以其實我們不用漂 也可以達到像這樣子的飽和度 還有一個明亮度 很多人其實要染到像這種 這麼強烈的紙都要漂過 那去哪裡染 這不可能在家自己染吧 對啊 自己也沒辦法 不是因為這麼... 好像滿複雜對不對 這要專業吧 對,其實智能APP的這個染膏 是市面上買不到 你需要就是到專業的沙龍裡面 對 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到專業的沙龍 你對於染膏這件事情 你比較不用去想說 這天晚上 那出來 對 現在說你沒有去沙龍 你要去外面也買不到 買不到 你最好就去專業的 專業的 沙龍的那邊 用這個APP這樣子 他用這個給你處理 然後你就可以提醒他 你可以用這個幫我 找出我想要的髮射 然後先研究 其實現在全台灣甚至海外 都已經有人在使用 智能APP這個技術了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找得到 現在說你好了 我們三個人的洗髮都不一樣 對 洗頭髮的時候 要怎麼用一樣的洗髮精 洗髮精是都一樣的 對,洗髮精的部分 我們有專門的 就是護色保濕的洗髮精 它除了可以保濕以外 第一,它的清潔度 不會這麼的強烈 對,所以你也不會太過去 讓你的毛鱗開啟 對,讓臉色流失出來 可是像我們有噴髮膠的話 如果沒有洗乾淨 你講到這個我跟你講 對啊 我去店裡的時候 因為我上節目常常噴髮膠 或是噴一些有的、沒的 或是抹什麼髮辣 那種都是 只要抹在頭上的那個 都會殘留在你頭上 你不要以為自己洗了 或是給別人洗了 然後好像都洗掉 沒有 它還在這裡 他們就有上了一個產品 它是專門可以洗掉 就是殘留在我上面的細菱 然後那些的那個什麼 不該有的東西 對,就是除了一個大掃除 然後它就一邊洗 就變好軟 一直在我後面驚呼 它那個畫面好軟 我說到底是有多糟 因為我覺得軟 是因為你知道嗎 膠是會包起來 對 它包起來還會有一個硬度在 所以糾結打不開 結果我把那些東西拿掉了之後 它的頭髮就變很空洞 對 呈現它的真面目 對,真面目 然後再來做染的動作 其實最根本的是 第一,我們其實到店裡的時候 到沙龍店的時候 最好就是設計師 已經選了一個安全 然後又可以幫我們 鞏固髮質的一個產品 這很重要 對 然後當下可以美美的以外呢 你回去的 因為你要維持當下的美麗質感 其實是要靠你自己的... 沒錯 對,後續自己洗頭到肌上 像我自己也會在家裡面做保養 其實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我發現其實 我是染很久頭髮嘛 其實頭髮如果它的蛋白質流失了 你知道它就開始... 會開始毛躁 然後不漂亮 然後我說我洗完頭髮一定要護髮 那我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會自己在家護一次髮 就是那種深層的護髮 還有這種專門給這種染頭髮的 我就是護完... 洗完頭之後護髮之後對不對 就洗澡大概三分鐘 對 然後沖掉 頭髮就會比較健康一點 對 我說到這個我染完之後 我還沒有護髮過耶 所以你看還是很亮耶 好驕傲哦 驕傲那麼漂亮 假髮拿掉 假髮 不過我覺得真的 偶爾大家改變一下 會讓我們外表不一樣 心情也會不同 那當然就是說 就是說在染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些細節 是 現在有那麼進步了 你就不用擔心了 你就可以去社會 然後就跟他講 我要用什麼APP的那個 幫我找到這些 我蓋的洗水 然後就可以染 而且他們會幫你 把頭皮都照顧得很好 是 這是最重要的 大家要比較注意 今天非常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美鳳有約